预告一下你们等等会看到一个非常憔悴的人在为这个影片开场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也是没办法 我拍你们一点这影片然后会想说 啊这个人怎么看起来要死要死的样子 好预告结束 晚安各位 其实现在应该是早安因为现在是凌晨12点多凌晨12点多已经是隔日了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十分的凄惨十分的憔悴在跟你们开场 总之原因就是我六日太放纵了 然后昨天也就是礼拜日的时候我九点半就睡了 但其实睡前我有想到说 诶明天还是怎么下周好像很多队要交哦 然后晚上都没写哦 但我那时候就是保持一种侥幸心 在想说算了我们到时候再写就好我们应该赶得完吧 然后结局就是一个大写的悲剧 非常的bad end 看看如今的我以及我的夜晚小伙伴 全部都是我没有赶完的课业 我好明天要教 耶 我的人生 总是充满了挑战呢 你们看我刚起床的表情 看起来完全就是我是谁我在哪 现在几点 解决一半 结果我发现我们作业除了补充教材 然后还有语文练习 我刚刚真的以为我卸完了 杀眼结果还有另外一份 我真的是下一位选手上场 写完锅完了 然后finally现在来背单子 因为上周我们英文老师说 他课都教完了 然后明天就要有英文课 我怕他会评试考 而且很显然我就是平常没有认真在背单子 现在距离六点 还有三小时我应该有时间把单子背一背 然后再写个数学订阵 应该差不多就六点了 我可以评论一下 我可以评论一下 如果我评论一下 我评论一下 我评论一下 這隻蚊子超煩的啦 它從一點就拿到現在 然後我一直都打不到它 因為它是會跑的 它害我很火大 我發現一件超悲傷的事情 我根本沒有帶解答回家 而且凌晨4點記得到解答才會貴 所以我打算先寫數學 大魔王 這個架式不是我們老師用來做定診的 充滿了 我與數學掙扎的痕跡 現在五點了 然後我等等六點半要起床 所以我現在差不多要去睡覺了 熬夜的時間真的會多很多 我只是假如每天都這樣做 你可能沒辦法活超過30歲 其實我覺得只有 一點到一點半之間特別想睡 那時間過了之後 其實還蠻精神飽滿的 還有就是好像 晚睡會傷腦袋還是怎樣吧 就是 睡個半小時總比不睡來得好 所以 我等一下打算去補名下 掰掰 然後我看看 2個 3個 5個 4個 幾分 4個